5月19日,赵丽颖洋洋现身广州大学城出席活动,两人同框比心,还与粉丝玩游戏,活动现场热闹非凡。 赵丽颖一袭镂空白裙甜美动人,细间不停的疗法,十分妩媚。 一身休闲装扮的洋洋帅气十足,和赵丽颖同框,很有CP感。 近日,有网友晒出了两张疑似赵丽颖在成名之前参加选秀的照片,这是2006年参加新喉咙梦选秀时的海选。 一照片中,赵丽颖拿着印有BTV的文件,皮肤奶白超清纯。 网友们看到照片后,纷纷留言说,我影纯天然美女,真漂亮,美美搭。 看完我沉默了,不怯场,不整容,凭借着真实,努力,认真,勇敢,一股不服输的镜头, 从一个农村女孩一步步蜕变到精英女神这种高度,值得我们学习。 大写的励志女神正能量偶像。 之前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《赵丽颖宁愿蹲在片场吃饭,也不愿享受主角的特权》的文章。 文章里以第三人称技术的赵丽颖拍摄花千古时, 要与剧组工作人员、其他演员一起同甘共苦,放弃单独吃饭的特权, 选择蹲在片场吃饭,从而感动了导演和全剧组的故事。 谁知,文章发出不久,赵丽颖本尊居然亮相评论区留言道, 别帮我编故事了,谢谢。 这一痛快的打脸惊呆了网友。 没想到赵丽颖在评论区里打脸不过瘾, 还特意发微博再次澄清此事,得到网友力挺。